由有念而入五念 现前我们有念了 念久了之后就到五念了 五念是什么 三位现前了 现在我们有妄念 有杂念 常常扰乱我们的念 念久了 这个妄念跟杂念越来越少 少到最后没有了 这个东西没有了 就是一心不乱 一心不乱 功夫有亲身 还有习气 死也心不乱 习气没有了 理也心不乱 因往生而起无神 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就真得无神 经上所说的 无神法人 你对于一切法不神 一切法不灭 你承认了 你忍苦了 你亲眼看见了 知道一切法不神 一切法不明 你怎么看见呢 你能把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掌握住了 掌握住了 你就看见了 那是多深的顶空 这样威胁的念头 这么快速的念头 你能掌握住它 你能见到它 像我们照相 按照相机的快门 这个快门 是千分之一秒 这就相当快乐 照什么 照空中的盆树飞机 以最高的速度 在空中飞行 一个小时 一千公里 你用这部快门 就知道它 它没动 你知道清清楚楚 确实它没动